偶尔会有些网友跑来问我 南方的马胶鱼为什么这么贵又不好吃 这样来问一个南方人 您不觉得这是在找茶吗 今天我就以康氏马胶鱼为例 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事情 因为在很多人的意思里 南方人说的马胶鱼就是指康氏马胶鱼 康氏马胶的俗称叫 竹胶 土托 竹筒 统胶 黑鱼 圆胶 很多人都知道它能卖最高价的地区在海南 它名气最大的地方是在海南的文昌浦前 但是很少人知道这条鱼是怎么活起来的 一位海南文昌浦前的粉丝告诉我 康氏马胶以前并不活 它是近年来才上位的 早些年浦前马胶的口碑好 是因为那里出产的另外两种更好吃的马胶鱼 斑点马胶和朝鲜马胶 一些人看到了商机 于是便将它们商业化起来 但是这两种马胶有个缺点 那就是产量很低 随着普鲜马胶鱼的名气越来越大 斑点马胶和朝鲜马胶渐渐供不应求 于是部分商家便想到了 使用产量较大的康氏马胶来替代它们 甚至从外地进洞品来打上 普鲜马胶鱼的名号来诸售 康氏马胶鱼大概就是这样上位的 也是现在大家在互联网上看到的大多数 都不是普鲜马胶鱼的根本原因 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用地道或者正宗 来形容某种食物最好吃 文昌浦群渔民认得正宗马胶鱼 绝不是康氏马胶 这是我那位文昌普鲜粉丝的原话 这种茂名鼎记的情况 在海鲜这个行业里其实非常常见 时间长了以后就没多少人知道 谁才是正宗了 不知内情的人甚至会把次品 当正品来传送 我讲这句话是有根据的 这是我从一篇题为 南方VS北方哪里的霸鱼最好吃的文章 截取下来的片段 他的账号主体在某平台70多万粉丝 里边写到福建两广人口中最地道的马胶 为康氏马胶 实际上在我们两广沿海 对正宗或地道的马胶鱼认知 和海南沿海是一样的 都认为斑点马胶和朝鲜马胶 才能代表南方马胶鱼 这篇文章在某平台的阅读量 为33万 里面900多个评论 大多都是来自北方的内陆 现在我想大家明白 为什么会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了吧 不管我们南方人承不承认 康氏马胶等于地道南方马胶这个认知 现在已深入人心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另一个例子 九节虾 早些年很多地方的九节虾 是这种口碑很好的日本对虾 现在市面上的九节虾 基本都变成了半节对虾 连续做了几期介绍马胶鱼的视频 都没有什么播放量 我本来是打算尽早结束这个视频系列的 但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南方沿海人 应该为南方马胶鱼 正个名 让更多人知道 很多人对南方马胶鱼的认知是不准确的 所以做了今天这期视频 大家要是想知道 南方人所说的正宗马胶鱼 到底好吃在哪里 欢迎持续关注 我是米达叔 咱们下期见